大家平安 我是方充电医师 有没有觉得我们在育儿的这个网站上 或是书本上 常常会出现 猪队友三个字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 都会对于自己家里面 男性的角色 爸爸的角色 多有抱怨 但我们真的台湾的爸爸都是猪队友吗 有没有科学数字告诉我们 多少比例的父亲是猪队友呢 台湾幼儿发展调查资料库 简称KIT 从2016年开始 随机抽样全台湾将近1万名幼儿 并做持续的追踪调查 7年来研究团队陪着这些孩子成长 透过长期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见 台湾本土家庭的 环境因素与教养方式 对于孩子的发展 会产生什么样的持续性影响 KIT 特别与 房聪明医师健康讲堂合作 要将近年来的研究结果 与大家分享咯 今天邀请到的是 台师大幼儿与家庭科学学系的 吴志源副教授 来聊这个话题 志源老师好 大家好 志源老师在你这一篇 用KIT 资料库写的论文里面 你真的用统计的方式 告诉我们 妈妈或是这个妻子心中的爸爸 租队友的比例对不对 对 是超乎你的预期的好 还是超乎你预期的不好 就是其实台湾的爸爸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主题 主题拉出来了 认为不甘心的妈妈们 赶快按个赞 聪明医师刚刚有提到 我们常常在坊间看到这样的节目 确实在台湾好像有一段时间 那种昙花性节目很多 然后最红的主题就是 邀请妈妈上节目 然后开始 大巴的抱怨自己的老公 多么的不会照顾 所以今天想要来平反一下 但也不是完全的平反啦 当然当然 对啊就是说 确实有些现象是存在的 但我们的数据告诉我们说 透过KIT的资料 我们其实有去问 1到2岁的幼儿 这个妈妈在填达的过程中 有8成的爸爸被妈妈认为说 这个是很积极的陪孩子玩 对 然后会关心小孩 有7成被妈妈认为说 他很积极的照顾孩子 平常的日常生活 然后也会做一些教育的活动 哦 所以其实 父亲在参与育儿的这个角色上面 其实 比我原本的预期来的高很多 我看到还有一个数字 9成的爸爸 是被妈妈认为是 很好的合作伙伴 对 你这抽样有问题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我们刚才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先讲的是照顾孩子的行为 可是最后这一题 其实是不只是行为 是那我的感受是什么 那有9成的妈妈认为说 认同我的伴侣 我的配偶 在我教养子女上面 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有一个疑惑说 刚才说 7成有在积极的照顾日常教育 8成有在陪孩子玩 那为什么最后会是9成 认为是好伙伴 因为他认为他就好好赚钱 养我们就好啦 我心里就觉得他是好伙伴 我们互相分工嘛 我猜啦 我猜啦 其实这也是一个可能 但我觉得刚好提到的就是说 有的时候做得多不一定好 有的时候做得巧 是是是 所以其实重点不是在于 你单一的行为有多还是少 而是说你的整体的行为 跟伴侣在育儿 共同育儿的角色上面 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分工合作 所以你不用做得多 只要你做得对 做得巧妙 让伴侣觉得说 你有提供 我真正需要你提供给孩子的 是 就会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KIT这个研究 让我对台湾的育儿充满了信心 我们表示有很多的父亲 在育儿上是做对了什么 那这样对我们的下一代孩子 有什么好处 就是父亲的重要性 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很重要 简单扼要的稍微讲一下 就是父亲参与育儿 对孩子的好处 学术的资料是告诉我们说 父亲积极的参与育儿 其实会对于孩子的认知发展 身心发展 还有情绪发展 都有很好的表现 那当然他很直接也会减缓 就是母亲在育儿上面的 压力 当然这个有个前提 就是我们过去 比较传统的这个家庭形态 还是母亲是育儿的主要的角色 所以母亲的身心状况也会很好 那有健康的妈妈 也有健康的爸爸 孩子当然会是活得比较幸福快乐 那对于爸爸自己的角色 对自我的价值也是提升的 对 对 我觉得很多爸爸会想说 都对你们好 对你好 那我勒 我当爸爸 我这样子努力的 跟以前上一代不一样的风格 对我什么好处 其实是有的 对 像孩子也会比较 愿意跟父亲去形成这个姨父的关系 因为比较愿意跟父亲 揭露一些自己的生活的烦恼 那父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成为照顾者 会觉得我对孩子来讲是很重要的 对 情绪上面被需要的需求也会满足的感觉 互相的啦 我这样彼此互相需求是有很棒的感觉 是 刚才提到说做的对比做的多 对于一个父亲的角色来讲 是更重要的 是 有没有哪一些例子让我们知道说做的多就最后就是NG 有我觉得如果我们单只看行为的多寡的时候 他会形成一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捕捉到真实的样貌是 到底有没有做的很合乎期待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是有陪孩子玩 但是如果陪孩子玩 第一个是已经有人陪孩子充分的玩了 你又继续陪孩子的玩 他就会导致说陪玩这个活动有点过度 是 反而导致其他的应该要做的行为 可能没有做到 所以这就是我刚讲的做的多不一定是好 另外可能是时机也是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在陪孩子玩 可是呢妈妈可能很火大 为什么 因为我在孩子应该要去洗澡 应该要就寝 或者应该要吃饭的时候 我还跟他提议说那我们来玩 爸爸就觉得说你不是要我陪孩子多玩一点吗 其实现在有很多爸爸说我就想陪他玩 我都没有看过他我想念他 对对对对 可是妈妈就觉得说不对 你有陪他玩我很感谢 但是呢 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时机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伴侣双方要很充分的沟通 说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情 然后呢怎么样去做分工 然后有什么样的弹性 都是透过讨论 我之前真的有碰过一对夫妻 那时候爸爸好像有听了他 他们夫妻讨论的建议之后 他是会在四五点去接小孩 就是从公司离开去接小孩 然后陪他这段放学的时间 交给妈妈红税 他回公司 把剩下的事情做完 好辛苦 本来是说我最好是所有事情都做完回到家 还陪小孩玩 那他为了妈妈跟他说你这样这个 这样的做法不好的时候 他愿意去把他的工作时间切出中间这一块 很伟大 然后可是后面就很辛苦了 因为你等于是跑公司上班两次嘛 但是就是他做的牺牲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种父职的参与的正向的回馈 其实我真的是蛮鼓励 如果在看节目是爸爸的话 就是早一点开始投入这样子的一个 活动或者这样的一个心力 为什么 因为我也听过蛮多 当然是一个负面的故事 就是很多的爸爸 他其实是利用工作来逃避家庭 那为什么会 这些爸爸他会不愿意担任父亲的角色 或者是他觉得父亲的角色很有负担 那也是因为可能孩子跟他就是疏离的 所以他觉得回到家以后 好像孩子也不愿意跟他谈 那他想要跟孩子玩 孩子又觉得说好像一点点不是很熟 所以就玩不起来 所以孩子也会逃避 说我要找妈妈 我要找姐姐 我要找哥哥 我不要爸爸陪 爸爸也会很沮丧 就会去投入到工作来回避家庭 就这样一来一往 这个真的是跟关系就会越来越疏 所以早一点投入 早一点点跟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 你会更喜欢家长这个角色 好 那就进入到我们下面这一题 就如果今天爸爸已经在这个 不好的恶性循环当中 他已经育儿上面很挫折 回家大眼瞪小眼不爱戴 每次小孩要跟爸爸就觉得很害怕 想说我现在要把我小孩交给我老公 我不放心 因为他真的不太会跟孩子相处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这位爸爸该怎么办 这位身边的妈妈该怎么办 去让孩子跟爸爸相处是越来越融洽跟愚昏 爸爸的角色的这个角度来讲 首先他自己的心态 他先去把父亲这个角色放在比较优先的顺位 他要很重视很认同父亲的重要性 再接下来他去跟他孩子的关系 去了解为什么孩子比较不愿意接近我 是我太太讲大道理了 是不是我太太指责他什么都要正确了 我是不是应该要放松一点点 让孩子觉得我是一个好玩的人 一个可以亲近的人 一个有趣的人 那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伴侣 妈妈 妈妈也是鼓励爸爸 当爸爸很尝试想要去改变的时候 不要马上去指责说 先生哪里做的不好 反而是去鼓励先生说 你很努力 我有看到 那今天他已经有改善 或者是说也鼓励 站在这个 当爸爸想要去跟孩子玩的时候 妈妈也一起加入 透过妈妈做一个润滑 让孩子觉得爸爸很努力 然后爸爸也是想要跟我们一起玩 爸爸也是一个可以这样开开玩笑 可以一起玩桌游啊 或者一起聊天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妈妈在这个角色里面 也可以扮演一个润滑 让父子或父女之间的关系是更融洽的 我倒觉得发自内心的感谢 也是一招还不错的做法 第一个是男人很吃这套 就是你今天谢谢我 那我就做更多 你就可以更honor我啊 更尊重我啊 所以那个谢谢是带有力量的 第二个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要交给他事情 你可以给他很明确的指令 有些男人就是破关型的 我陪小孩两小时 结果奶浓度也泡错 然后尿布的穿返什么 啊回来就遭一顿骂 那对他来讲就是挫折加挫折嘛 可是如果说今天离开的时候 你一定给他一二三四五 这五件事情哦 几点的时候要泡奶 奶浓度什么你都已经弄好 那他就像看说明书而已嘛 那把这件事情操作完之后 你回来看他一二三四五都做好 哇谢谢你 那对了男人来讲就不难了 就每天只是开箱而已嘛 我就每天开箱新的任务 久而久之你也不用看说明书了 他也知道奶要怎么泡 他也知道尿布要怎么换 他也知道孩子哪些事情是危险 哪些是安全的 假设刚好你的另外一半是那个10%出队友 去念他骂他嫌他 或者说你看看别人家的都这样 你就是那10% 我觉得今天这样这些话可能都没有用 不如从感谢跟给明确的指令开始做起 是我们在我们的KIT的资料 我们有做一件事情 做一个分析 因为我们刚有问到说 父亲的参与的行为 还有妈妈有没有感觉到 爸爸是一个神队友 一个好的伙伴 是 那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分析是说 三岁 四岁 五岁 孩子在这些阶段 那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是说 在三岁的时候 父亲参与的行为越多 在四歲的時候媽媽會覺得爸爸是一個好的伴侶 對 然後有趣的事情就是 在四歲的時候媽媽如果覺得爸爸是一個神隊友 又會去影響到孩子五歲的時候 他的參與的行為又會增加 所以他會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我們在調查裡面並沒有去實際問爸爸 在這個關係裡面的一些變相 但其實在這裡面的心理的運作的機制就是那個 我覺得我做這些事情 我的價值被看到 而且我覺得我的能力被讚許被肯定 所以我的伴侶覺得我是一個神隊友 而這樣子的一個回饋會讓我更願意精進在父親這個角色上面 更投入 那當然我們次長的題目是固定的 但我相信這個在五歲 當然在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在五歲的這些爸爸他會做得更多 他不會只是陪玩 他不會只是照顧 他還有很多可能心理層面的這種跟孩子站在一起的關懷 甚至可能會很主動的去搜尋一些育兒的相關的資訊 然後還會跟太太分享 對都是 所以今天這個科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很棒的一個心理狀態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你是那個爸爸 你說我三歲的時候我付出這麼多 為什麼我老婆不覺得我付出很多 不把我當神隊友 你等一等 四歲的時候他可能就會稱讚你是神隊友 那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還不是神隊友 你可以看到我們後半段的研究 你稱讚他神隊友稱讚一年之後 他到下一年他就會變成真的是神隊友 不管你在哪一個階段都可以找到著力點 對所以就有點Echo 所以我們一開始提到就是 那我覺得有些茶餘飯後聊一下豬隊友是合理啦 因為大家都要有點負能量宣洩嘛 對 但是其實在這個同時其實也可以多看到 你的伴侶其實在育兒的這個角色上面 他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後他已經做到的事情 給予他一些肯定 他這個豬隊友的惡名 你就會慢慢的去越來越擺脫這個惡名了啦 對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志文老師 謝謝 喜歡我們頻道可以按讚訂閱跟分享 黃松霓師健鋼講堂 也可以按下超級感謝 給我們製作團隊一些支持跟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